我现在上山了 正在开车上山的路上 这个山脉呢 就是大西岩岭的山脉 大家看看一会儿我山上干啥去啊 大家早上好 我是大海 我现在在我家的山上 大家知道我来这干啥来了吗 我来采野生荒花菜啊 我平常吧 只是在我家这个地区收荒花菜 但是采荒花菜这个视频呢 就是前年发过一个哈 然后今天带大家看看 一般采一回荒花菜吧 是有几个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呢 必须得找这个有山坡的地方 才在找荒花菜 第二个困难呢 采荒花菜的地方呢 采一种叫森林匹虫 那个东西我们当地人叫炒耙子 这个玩意多 这个玩意一旦要是整到身上 如果赶上有毒的 这人就完了 所以说让大家看看 它生长的环境啊 大家来到我家乡呢 采野生荒花菜呢 就是必须山坡 树越少就越好 看这荒花菜 垂野生的荒花菜 但是我这个采荒花菜吧 自己家吃的话 我就连花都一起采了 但是我在家收荒花菜呢 我收的全是骨头啊 大家在我这下单的 荒花菜全是这种骨头 看看啊 全是骨头 没有开花的啊 老好的事情啊 这就是野生荒花菜啊 这回大家看见 看见大西安岭野生荒花菜 到底在长啥样的了吧 所以说大家在我这里买的荒花菜 都是我家乡山上的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了 炒肉丝你好吃 炒鸡蛋也好吃 现在这种荒花菜都是大自然长的 炒啥都好吃啊 还有炒五花肉的 今天多采点回去 这回大家就知道 我家这黄花菜 长在什么地方了吧 就是这种地方 它才有 我家乡大西安岭 这个山上呢 是一个你宝山的 这个山上呢 有野生松子蓝梅 还有四大 还有世界四大举王啊 世界四大举王 第一个就是松茸 我家山上也有 还有阳独举 其余那两个 但是目前为止我没看见 四大举王就有两个 哎呀前面那块那一片 看这黄花菜怎么样 今天踩点 多踩点 回去炒一盘 看这坡有 那有多多 看我爸都划出来了 看 我爸一边就有雨了 刚才走走都划出来了 我知道 这块太陡了 哎呀我的妈 你看我穿啥鞋上来 还得黄花菜我容易吗 哎呀 哎呀 哎呀我天 还得黄花菜我容易吗 这一块两个 你说这黄花菜长那个地方啊 你说你好地方不长平地方 非得长在山坡上 哎呀 你长在平地上 你说我上来踩多省事 这可好 一步一个脚印 哎呀 哦哦哦哦哦 来了 这鞋算是报废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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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啥树 有都市 我爸说的都市就是野生蓝莓 看了吗 它就长在这种秃山上 大家看见了吧 开车过点沿途碰到这一块 像这样踩就行了 我从山上下来了 大家看底下的河 这个河水老干净了 干净的都能透底 这里面有冷水鱼 看看都能看到底下石头 这冷水鱼 老好吃了 冷水鱼 这里面有花子鱼 有细鳞鱼 还有狗鱼 还有年鱼 还有老头鱼 还有柳根鱼 我到家了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野生花花菜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链接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或者除窗 在里面找花花菜 下完单以后 每天都发货 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这花花菜怎么吃呢 给它抓一把出来 然后用水泡泡 然后打一个水钞 跟鸡蛋 跟肉丝 五花肉放里面一起炒就行了 我先把昨天晚上的花花菜给包出来 对了 大家在我这下的花花菜呢 要是比如说我两天没发货 两天没发货 就说明卖没了 然后再等个一两天 我每天都绿续收呢 这都是今年的新花花菜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然后咱们明天再见